简易之下翻外137 路易和今夏关于泡汤泉那些心照不宣的事 一路上气氛很是怪异的安静 路易原本内心是期盼今夏好奇的追问 今夏是出于听话 刻意压制了内心的好奇 直到在一处庄子门口停下 路易翻身下马 又回身将今夏扶了下来 与此同时庄子内的人许是听的马声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一个像是管家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老奴见过老爷 见过夫人 管家是以前路易娘亲陪嫁过来的 一直管着路易娘亲的嫁妆 这处庄子也是路易娘亲在世时常来的 管家也算是看着路易长大的 知道路易成婚了 现在还带着夫人今夏一起过来 老管家是比谁都高兴 祥叔 这位是今夏 今夏 这是这处庄子的管家祥叔 路易为两人做着介绍 又问了几句有关庄子的事情 祥叔 您先去忙吧 我带今夏私处转转 路易牵着今夏的手往里走 之前今夏办案的时候也曾经路过这边 当时只觉着这个庄子景色优美 环境清幽 后院还有热气腾腾散发 一看就有汤泉 自己还跟大洋吐槽说 有钱人真是灰金如土的生活 现在自己就在这庄子里 这种感觉让今夏好不真实 有些磕巴到大人 这 这是您的庄子 这是我娘亲的嫁妆 娘亲生前倒是带着我经常过来 后来 一直是祥叔在负责打理 我也不怎么过来了 这不是知道你喜欢泡汤泉吗 我就让祥叔重新修缮了一下 正好带你过来了 牵着今夏的手拐过前面的屋子 后院是满园的桃树 正值四五月份的时节 风景甚是扬眼得很 桃树旁边阴晕着团团白雾 远远望去 就恍若仙境一般 今夏不禁则舍大人 这里好美呀 瞧她这可爱模样 路易好笑地拉着她去看泉水 这边虽说是重新修缮的 不过该有的东西还算比较齐全了 夫人你看看还喜欢否 今夏忙不迭地点头如捣算 那后续有时间 我们便尝过来泡汤泉 路易想起他们在扬州的时候 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今夏眼睛瞄着路易 也不知想起了什么 脸却红了起来 半小没有等到今夏说话 路易低头看去 就见着这姑娘脸色微红 见她看过去急忙别开视线 路易略一细想 就明白过来了 心照不宣的她 眼里笑意更盛 不由分说地将人搂到怀中 声音里更是大了一丝丝的蛊惑 压低的嗓音到惊吓 你想什么呢 惊吓抬头 只见她家大人勾着嘴角 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看 距离如此近 让她不由感叹大人的皮肤 真是好好啊 这般想着 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路易憋着笑问她 今日还泡汤泉吗 还是改日再来 被打断思绪的惊吓 眨巴了下眼睛 点点头又立马摇头 藤树都表达不清楚 直接心急地开口 要泡汤泉 里面屋子有备好的衣衫 你先去准备 我去跟祥叔安排一下 一听路易要离开 忙不迭地拉住她衣袖 路易安抚到放心 这儿不会有人进来的 我去去就来 今下换了薄薄 终于下了池子里 开始还有一些小小的拘谨 没一会儿就完心大开地 开始享受起来 路易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般模样 自家夫人甚是舒坦地 靠在池子边 小手一点一点地 拨动着池子里的水波 更是拨动了她的心弦 小无声息地 下了池子来到她身旁 还惹来她一声尖叫 今下看到来人 是路易才松了口气 娇称道大人 你怎么都不出声啊 吓死我了 怎么不说 是你自己太投入了 有些理亏的 今下呵呵一笑 猛然想起什么事得大 大人 你怎么也到这边来了 那你觉得 我应该去哪儿 这边是女汤池吧 今下不确定地问道 夫人 这是自家的汤泉 可没分什么男池和女池 明明就是自己特意吩咐把原有男女池子打通到一块的路易 此时一本正经地忽悠着 今下呼一了一下 心想也对 外面的汤池是为了客人之变 所以有区分 自家的池子或许就不会有这个讲究了吧 这边想着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路易把捞过她 躲什么 你莫不是在想着我会对你做些什么 今下有口难言 总不能说是怕自己把持不住 会对大人做些什么吧